美国的政治和投资 我很多年没到美国来了 最近是由于这个 这种情形模式的问题 和这个 和这个 我就谈一谈 左派的改造的问题 和中国的思潮 和国际接轨的问题 这次 本来 本来 中国90年代以来 20多年来 实际一直走的是一条 挂头主义的路 或者原来叫 新权威主义 就是政治 集权 加经济自由 这个东西也应该说 这20年来在经济上取得 很大成就 所以才有 后来以后都震惊了 国际社会 才有什么北京公职 发展的中国模式 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说这是一个 阶段性的成就 就是 是个阶段性的成就 但是呢 这个模式 到现在肯定是 就是走到尽头了 这个 所以一直呢 是这个 要是分左右的话 那就是说 按照这个 按照价值 公平和效率 那就是 这个四朝是一个 是一个右倾的 是一个右倾的四朝 还有再引进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民主和专制的标准 所以我说是一直把它分成 极左极右和中左中右 四 四中四朝 因为那外国这个发展国家呢 好像这个 包括 包括我到日本 是吧 就是他们的那些 就是那些年轻人 对这个专制和民主 没有概念 他就说 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是吧 这是很左右的 再有一个就是说 是进步的还是保守 他们对这个传统 是吧 这个新保守主义 倒是 倒是有概念 是吧 我说因为你们 你们实行了多年的民主制度 你们拿它已经 不当一个问题了 而在中国就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啊 就按 两种标准分成四种思考来说 那就是说 九十年代 这个 一直到 十几年的时间 大概到2004年左右吧 是吧 从小平南巡 92年到2004年左右 在十二三年的时间 实际是走了一条新权威主义的路 其实 其实我觉得也还是有成就的 不能说没有成就 就是它 一个经济发展的快 再有一个呢 好多改革呢 也深化了 不比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其实我们都 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但是它是一个 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 到九十年代呢 反而改革 反而深入了 是吧 因为大家都抓不脸了 反正就是 就是说 按照利益来了 这个反而呢 是有改革的深化 也有经济的发展 到了2004年呢 后来就是啊 我认为是寡头主义呢 到了一个顶峰 这种极右的思潮 就是说 把国有企业 就按权力大小给它分了 这个东西当然是受到了 就是上下所有一致的反对 从那以后呢 这个极右的寡头主义呢 开始衰落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是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作为 是吧 也不知道 是你改革没有方向了 什么 这东西我 我倒不这么看 就是因为 是吧 哎 这个大家反对的太厉害了 是吧 你这个国有企业 你说你要改革 那你按权力分配 大家也不同意 是吧 你不按权力分配 也按什么分配啊 是吧 他也没法分 所以呢 就干不下去了 就是啊 是吧 就是在这儿 这么 就叫不作为吧 是吧 不作为呢 其实呢 发展呢 也还不错啊 因为美国出事了 是吧 我们不作为 我们反正没出事 是吧 后来呢 所以我说的主题呢 实际就是2004以后 2005年 左倾的丝绸开始复活 啊 就是 就是原来我们说 这个老左派 是吧 已经出局了 要回来了 啊 这个 这个和我们 我们中央搞这个 马克思主义工程有关 给了大量的钱 投入 而且办了杂志 给了 在国事 每个大学都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学院 等等等等 啊 这啊 这些啊 就是这里面有一部分 啊 就是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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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相当就是 教条化的啊 实际是个极左的东西 啊 这是这个这个 这个老左派呢 又开始复活 完了之后 新左派 新左派呢 就是发展的 就很厉害了 是吧 因为这些人都是留美国的 而且都是在北大新华当教授的啊 啊 欺骗性 欺骗性比那老左派呢 那就那就那就大多了啊 所以我就特别奇怪 是吧 这回我到美国也看看 我说 咱们 他们在美国都学了什么东西 是吧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美国是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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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弄什么西马 新马 是吧 还要后现代 这些东西 到时候怎么说啊 这儿 我都不知道啊 因为他们回去呢 是吧 说中国模式呢 他们有一个啊 就是新左派呢 是应该受到我们的 一股比较重要的 一股批评的 啊 就是他说中国模式 这个东西 实际上啊 他用这个 马克思主义是说的 国际资本 和国际工人阶级的矛盾 这个矛盾在中国 至少三十年 不是这回事 啊 因为中国有 肆意过剩人口 他实际上是 过剩人口出来 和国际资本结合 实际上是把 国际工人阶级 给竞争香港了 是吧 说这个矛盾啊 你给我扯国际话 是吧 说国际资本 这个工人阶级 这个事跟中国的对不上 啊 所以用这种判 用这种办法来分析问题 它一定出现一个 就是否定三十年改革开放 啊 说 那就是说 你这三十年 你是受到国际资本搏削了 嗯 所以说 他就是说 啊 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 啊 所以说 如果有中国模式 这很成功的 还就是这个 肆意过上人口 啊 改变了世界的 这个生产和贸易格局 这还真是 是中国模式 而且 这就很成功啊 这个 当然现在是 是有点不堪一击了 是吧 这个 就是说 后来发展过分了 啊 就是应该早一点 把这个钱集中来去提高技术 但是啊 这就啊 我就不读说经济问题了 但是呢 把中国模式给解释为 可以不要民主 这条 这是他们最糟糕的 啊 就是 这一条 是吧 本来我们好不容易等到 二十年前 那时候就是 两次京东宾馆会议 我们都去了 是吧 我当时听到那个 那个王军涛 还是胡平 是吧 那时候就说 啊 精英和匹子才跑 是吧 谁跑得快 是吧 要严格自由 当时说 是吧 完了 萧公勤去 说 新权为主义 让大家一顿臭骂 啊 他其实说 二十年以后 再搞民主 啊 也不是不搞民主 二十年以后嘛 这个意思 是吧 那你骂他干什么呀 现在过了二十三年了 啊 是吧 这个民主 还是有争议 是吧 是吧 你说经济也 经济水平也够了 文化也够了 是吧 哎 这个微博也够了 利益集团也有了 是吧 而且党内的这些派别 啊 这各种的 民主的条件 都成熟了 啊 那你回来一帮 那你回来一帮的这这些教授 你回来说 说中国发展的很好 根本用不着民主啊 这是非常糟糟的 就这个 就这个新左派啊 主要死了 主要死了 因为我在经济上呢 我是批判 经济自由 这个比较多 所以大家呢 就就把我给画到 左派了 画到左派 抢了半天 后来画不到一块 怎么画怎么 怎么画 说老左派我肯定不是啊 对吧 那新创我这新左派 那也不是 就是 倒是自由派 和我还比得好 那个 那新老左派啊 最最怕的就是我 因为他们谁都不找我 是吧 因为 他这个 关系最近的 是最容易发生矛盾的 是吧 所以说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所以我这左派帽子 戴了这么多年 是吧 但是我就说那 那咱就按中左立场 是吧 这回 清算 要清算这个极左 因为呢 我原来以前 我也无所谓 是吧 因为你是奥特派 新作派 还有文革派 是吧 什么派 也都有言论自由 是吧 他愿意说就可以 他说呗 是吧 他说说 所以我自身非主流 我觉得这个定位 还是比较准的 我就是说你 你爱说 那么说什么 但是 你这左翼的思想 不能当主流 你当非主流 就行 你要当主流 你上来之后 那你的政策移动左 所以 但是呢 在去年 是吧 由于重新模式的出现 突然有了政治领袖了 所以 左翼的思想 一下子 就是 是吧 原来中国是寡头主义 是种极右的思想 是主要危险 但是在 是吧 五六年以来 他的理论的积聚到两三年以来 由于重庆的刺激 使得极左的思考 突然 突然聚集在重庆 形成了一种极左的东西 突然爆发 这个事 所以我去年就很忧虑 我写完这本书之后 是吧 我就 就赶快 就是重庆模式的书 就是我策划的 是吧 该说的都说了 是吧 该干的好的都写了 最后写一张 其中有一张是我写的 我就说 您 我说您能不能够转向民主 后来最后 其实重庆也听了 也听了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出了一个民主法治十五条 只不过没来得及 后来就出事了 所以这事也是天意 是吧 就是说 你其实他要是 所以就是促进它转化 其实我在重庆模式的 前几年的功劳 事情我并没有 全部否定了态度 这成就还是有的 就是而且呢 他敢于面对 中国社会的这些矛盾 而且他敢干 干的好不好 干的好不好 反正也干了 干了之后 你赶快说 调整调整就完了 我们现在已经干了之后 所以去年 我们紧着跟他说 他也不给 他也不给钱 他也不见了 是吧 他一 像我这样的人 一分钱他也不给 也不是钱都给了 这四个人就少了 就是 就是 劝他 唱红 你唱红你要宣布 和文革 划清界限 也按知识分子之心 第二 打黑 是吧 接爱都打了嘛 是吧 做真别平反 错了就赶快修正 第三 就是 共同富裕少提 这东西是 超阶段的东西 你就提不贫就可以了 提高贫困的底线 这就行了 共同富裕这个事 不宜多做了 怎么共同富裕啊 是吧 没法共同富裕 是吧 怎么共同富裕 这是某一个理想 说说就行的 是吧 哎 这个 这是 再又给我说 就是说 重庆时期 具备 搞民主建设的 最 最具备了 是吧 因为他通过打黑 通过是吧 轻腐败 他实际 他打掉了一个 那个比较腐败的 那个中间阶层 完了 用党政干部 用革命传统 这些东西 去填充了这个 这个中间阶层 这样的话 如果 如果 不走 就继续在重庆干 再干五年 那么 那么 经济上来了之后 这个这个民主 他这个民主法的十五条 是准备全场推开 后来上边说 贤典的三分 三分之一 做 做试点 其实啊 就是啊 在我们的这种规券 规券和压力下 就是因为 就是这种话 左派也听得进去 啊 是吧 因为他们就是怕说 说这个民主选举是 被有钱人操纵的 是吧 就是拿钱来选票嘛 对吧 那你在广东 你要搞民主 那很可能就是这样 是吧 但是在重庆 你就很可能不是这样 啊 所以 所以呢 后来也是想把这方面转化 有这个意思 很可惜啊 就是这个 后来就出现了啊 抓律师 是吧 哎 抓律师的问题 和 后来就是 北京的左派 云集重庆 搞 搞就搞啊 所以我觉得 国际来这个事情啊 虽然现在是判的行了 是吧 但是也确实啊 他这个 并不能代替对重庆模式的这个出现 啊 他的社会意义啊 他所面对的问题 是吧 他所采啊 他所采用的手段 是有问题的